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明 我们准时开始祷告 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的宣招经文是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我们一起一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主耶稣 让我们生活的不再像个孤儿 或是迷失的羔羊 在你里面 我们有平安 有喜乐 有盼望 求你让我们实时静静在主的身上 跟随神的敬礼 远离罪恶 向往光明 直到健康灭灭那一天 这样的祷告 就送给耶稣之一的一天 我们把下的时间教委赞得多 好 大家早上好 好 我们先起立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诗歌敬拜 请大家一起唱 耶稣之歌敬拜 耶稣 荣美的救助 周泽 明亮澄宿 周泽 明亮澄星 天使高听 七岂 Johor 宗弘 天使高声 七岂松阳 万物都取息 来敬拜你 万物都取息 来敬拜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荣美丽救助 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 神高养神结合公义 尊荣的针灸者明亮诚心 天使高声起颂扬 万物都屈膝来 敬拜你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超乎万民之上 赔得尊崇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超乎万民之上 耶稣 我要永远 敬拜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超乎万民之上 赔得尊崇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超乎万民之上 耶稣 是啊 主耶稣基督 你是何等的奇妙 何等的荣耀 我们真的是很多时间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 凭着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你的救恩 你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得来 我们也是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在传福音的这个时空上 我们也能有这样白白舍去的心智 我们向你感谢赞美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罪得赦免 靠耶稣命 我尽一重生 靠耶稣命 靠耶稣生命 靠耶稣生命 我尽于你 共享主爱 因他告诉我 他说 你们是白白的得来 当白白 当白白社区 当白白社区 穿我神明 凭着你的信心 叫万人 叫万人听到福音 是给我能力 靠耶稣命 在天 靠耶稣生命 在天 在地 靠耶稣命 靠耶稣生命 靠耶稣生命 当白白 当白白社区 穿我神明 靠耶稣生命 谢谢王斌 还有弟兄们 来带领我们 用诗歌 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主 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神给我的负担 给我的托付 也让我们一起用虚心 来接受 来聆听 上帝来的话语 今天我的题目是 跟从耶稣 我们在座有不少的基督徒 信了神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才是跟随耶稣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 好好的思考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过去这个礼拜 是我们的新年 其实昨天还是元宵 还是可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上个礼拜 我们教会有不少的人 不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还是外面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新年的晚会 看见有这么多人来 三百多个人来参加 真的是感谢神 他们来的原因 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跟他们分享他的爱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是他们第几个包子 福音的包子 但是愿意愿神有一天 让他们能够认识他 愿意接受他 成为他们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 人为什么信 为什么信 人的相信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有人实际解决不了的需要 比如说生命的诞生 一些生病还有死亡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 可能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意义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会想寻求 人从哪里来 现在活在这个地上是要做什么 人要往哪里去 第三个能为何相信的原因 可能要寻求一些更加高尚的一些智慧 一些属灵的答案 比如说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自由 真的有永恒吗 哪一位才是真神 等等的这些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给基督徒听的 但是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相信在其中 信息里面也可能会对你有点帮助 愿意你打开你的心 来聆听从天上来的这个信息 希望神 他的灵能够让你听进去一两句 对你以后生命也或许有点帮助 对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徒们 今天我讲的话 其中里面有一些 或许有一点比较严厉一点 比较严肃一点 也是神对我自己说的 也对我的挑战 我待会再详细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经历 跟我的挣扎 其实跟你们都是一样的 也是神常常来提醒我 责备我 让我反思一下 做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对你现在的属灵生命满意吗 满意 哇 感谢神 很好 我们鼓励一下 或许另外一个问法是说 你觉得上帝跟你的关系良好吗 很好 好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 从这个标准 一起来思考一下 我们低头一起来向神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你良眷当中 有一些人对他们跟你的关系很满足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 包括孩子自己 常常都知道孩子真的是信心不足 做得有限 爱心不够 等等的常常得罪的天父你 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这些有时候跌倒的人 能够因着耶稣你的原因 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刚强 能够重新站起来 谢谢主 今天愿你的信息 渗入我们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不是只是听到之后觉得沮丧 而是听到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紧紧的跟随耶稣 谢谢主 这样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人为什么相信 刚才我们讲到第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要解决一些人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病魔的搅劳 工作的压力 生活的坎坷 请问有多少人信主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相信 可以举一下手 诚实一点 没有啊 有啦 这个原因可能是最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相信的 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说 凡老骨丹中丹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哇 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 很多那些老骨丹中丹的 我们每个人知道 在这个世上 特别近代的社会 很忙碌 今天早上有一群从餐馆来打工的弟兄姐妹 他们崇拜 八点半来崇拜 九点多 十点之后 又要去餐馆 打个十二个小时的工 很不容易 我相信大家其实也很不容易 但是耶稣跟我们说 凡老骨丹中丹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很多人都很愿意的来相信耶稣 感谢神 那我再问你 当初你的问题 当初你的困难 今天解决了吗 信完耶稣之后 这些困难 这些问题 这些生病 再也没有了吗 有 肯定有的 但是感谢神啊 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神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了倚靠 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们再也不彷徨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万王之王 万主义之主 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怕的 再来我们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可以互相的扶持 我们奔跑天路 并不寂寞 并不孤单 我们能够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相爱 好像很美好嘛 对不对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为什么不相信这么好的东西呢 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我们生活真的是有这么大的信心 每天靠着神 我们就再也不害怕 这些困难了吗 这些死亡了吗 这些病痛了吗 这些工作的压力了吗 老实讲 我很害怕 我们天天都在跟神摔跤 有很多担忧的事情 但是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些压力 仍然没有好像主耶稣给我们应许 在他里面有这样子的安息呢 第二个原因 有些人相信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他们要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们也知道世上的哲学 世上的很多的宗教 都是叫人为善 叫人可以做好事等等的事情 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做这些好事 来爱人的原因 并不是要得到什么的报酬 而是因为我们爱 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原因 耶稣应许我们说 盗贼来 无非是要偷窃 杀害毁坏 耶稣来了 要叫我们怎么样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做基督徒的这句话 每个人都会背 每个人都很喜欢 每个人都收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应许我们 哇 有丰盛的生命 还没信主以前 我们以为说 自己能够 喷单到这个世界的 钉峰的时候 就是一个成功 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 当我们从一个高峰 攀登到另外一个高峰的时候 回头一看 是不是如此呢 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 仍然还是虚空 仍然还是捕风 相反的 当我们当初 刚来美国的时候 两袖清风 没有忧虑 没有很多压力的时候 烦恼反而还比较少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开始明白 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 我们拥有越多 其实并不代表越喜乐 我们拥有越多 担忧也随着来 我们要渐渐地明白 主耶稣基督 在这段话后面讲的 当我们得了全世界 却失去自己的性命 意思就是说 永远与神隔绝 不只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而是属灵的生命的时候 这样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 向着耶稣给我们人生的标杆直跑 这样听起来 基督徒有一个明确人生的方向 是很好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们活着的基督徒 却不见得有这样方向的来指引呢 我们却没有耶稣基督 所应许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又再来思考一下 第二个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原因 要我们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却常常 身为基督徒 还是缺乏这样子丰盛的生命 第三个信主的原因 刚才提过 就是有些人很追求高尚的哲学 还是神学的理念 要寻找一些属灵问题的答案 跟神摔跤 有些讲得不好听一点 就是很会抓牛角尖的人 但是感谢神 神总是会赢的 因为神是真神 神是真理道路生命 耶稣是真理道路生命 所以他不怕我们这些人来问 他跟我们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的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有些人会问说 什么是真理 我认为了真理 你不认为真理 这世上真的需要有真理吗 不是都是相对的吗 真理有那么重要吗 真理是谁定的 这些问题 当我们真的有用心去想的时候 我相信最终你会得到一个答案 又比如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你会渐渐对自由 这里讲的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的 这个自由定义 会有些改观 从前我认为自由就是 让我想要干啥就干啥 我要放纵我的自己 我想要看电视 看到追剧 追到两三点 这个是我的事情 跟谁有什么关系 但是当一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的自由并不在于在乎我们想干什么 而是在乎我们不想要干什么 我们仍然有这样自由去知道 我们有这样能力可以去抵挡 可以去不要干我们不想要干的东西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的力量 我们从前碰见一些引诱 碰见一些我们知道不该去做的事情 一些罪恶的事情 我们不得不去做 因为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做 但是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新的力量 能够圣灵泪住 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引诱 让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去犯罪得罪神 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做一些东西 逃神的喜悦 这样听起来还是不错嘛 可以信耶稣基督 可以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干嘛不相信呢 如果你是木道友的话 干嘛不相信呢 信耶稣很好啊 给你有丰盛的生命 给你有自由意志 听起来非常好 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基督徒们老实讲 我们是不是每天仍然还是在挣扎 仍然往往还是被罪捆绑 我们仍然还是常常会跌倒 常常会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 好像保罗说的 我们是罪人中的罪捆 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这样子的光景呢 那我们就要来回想一下 我们到底信主耶稣信的是什么 我们只是信祂是我们的救主 给我们有一只进天堂的钥匙吗 还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 是有祂特别的心意 是有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盼的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一二三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散掉生命 凡为我散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了全世界 却散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 没有上帝 没有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 丰盛的生命 没有真正的自由 很多地方还是觉得很困惑 常常会跌倒呢 其实原因 我们都自己都很清楚 这段经文跟我们讲的 再详细不过了 我们信耶稣 只是要得到更好的生活 更健康的身体 平安喜乐 信心充足 有勇气去面对一些困难 得永生进天国而已吗 我们信耶稣 只要得到上帝的这些好处 还是我们愿意 好像这段经文所说的 去顺服上帝的带领 而不是只是在远远的 看见主耶稣基督 我们再来决定 我们喜不喜欢来跟随 这里耶稣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飞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如何才能够有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 做一个主耶稣真正的门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答案就是要来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 魔鬼也相信 但是他却占惊 他却害怕 为什么 魔鬼的相信跟我们的相信 会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相信有神 他知道有神 但是最主要不一样的地方 是他不愿意顺服耶稣 他不愿意跟随耶稣 他不愿意舍己 相反的魔鬼 要跟神平起平坐 要跟神同德荣耀 我们 从前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 其实光景也是差不多 我们也是堕落的 我们也是没希望的 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 他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流出的宝血 我们今天有机会来选择 相信他 接受他 我们能够 从此能够舍己 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从他 跟随耶稣 是要有代价的 不是坐在这里 很舒服舒适坐礼拜 听听诗歌 很美的诗歌 一篇的讲道 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 跟随耶稣是有代价的 第一个代价 舍己 第二个代价 背起他的指甲 而是天天背起他的指甲 第三个代价 耶稣去到哪里 耶稣做什么 耶稣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愿意来来跟随 一个人怎么知道 自己有没有相信 主耶稣基督呢 有没有真正的来相信呢 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 你是基督徒 还是你不是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只有你自己 我自己 还有我们的天上的父 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 但是我们从 自己反省的过程当中 我们或许多多少少 可以知道一些做基督徒的标记 最简单的一个标记 我常常跟人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标记 就是如果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头的话 这个生命一定会成长 速度成长多少 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但是一定会成长 一个有生命的种子 放在泥土里面 你给它浇水 它不会永远埋在土里面 一定会成长 所以一个基督一个人 你想要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反省一下 你的过去 你信主之前 信主之后 一年前 五年前 甚至那些信得更久的 十年前 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你的价值观 你的优先 优先次序 你的生命的中心 你生命中的宝座 是谁在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想 希望今天 我对大家的分享 也是成为大家的激励 成为大家的勉励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光景 我们属灵的光景 我们更多认识神了吗 我们更愿意为神 来传福音了吗 我们更愿意来去爱 神所爱的羊了吗 那些 如果完全生命都没有改变的 号称基督徒的朋友们 我可以跟你说 请你回去 好好地想一想 你自己到底信了什么 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的话 想想到底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种在主耶稣基督 这个好的土壤里面呢 如果你的生命有改变 感谢主 但是改变得很慢 改变得很微小 人家一不小心就看不见的话 那我们就来思考 今天耶稣给我们的话语 为什么能改变得这么慢呢 其实原因也是很明显的 我们不甘心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没有舍己 我们没有舍去我们的自己 什么是舍己 舍己英文是deny yourself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 我们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价值观 开始慢慢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你的选择感谢神 愿意来到教会 来听神的信息 来敬拜神 我们感谢主 每一个你的生命当中的选择 都是证明 都是耶稣给我们的机会 愿不愿意舍己 我们本性 本来要做的东西 因这主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愿意来看看 我们耶稣基督 要我们生命到底做些什么 什么是他的十字架 这里说 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什么是他的十字架 他是谁 很明显的他就指 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 每个十字架 都是天父量身定做 给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十字架 不是我的十字架 我的十字架 也不是你的十字架 什么是十字架呢 有些人错误以为 这些十字架一定是很沉重 很难受 都是要神来 让我们好像很痛苦 很什么样的来跟随他 没错啦 当初十字架的目的是这样子 今天我想要给大家有一个新的 对十字架的一些认识 或许我们会开玩笑说 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先生 因为她常常唠叨我们 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挑战 我们十字架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工作里面有一个很恶劣的老板 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非常地贫困 非常地怎么样 这些并不是完全是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 于宏杰牧师有一个很好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十字架就是神用来修剪我们 操练我们 能够怎么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操练我们能够怎么样舍己 能够天天来跟随她的工具的考验 十字架不一定是一些负面的 消极的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十字架也可以是一个很光明的 很伟大的很正面的 让我们能够塑造 神用来塑造我们生命 不只是品德 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来的时候 人家看见我们 就好像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每一天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时间 运用我们的资源 都是我们 有可能是神要我们来做抉择 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她的 十字架是我们怎么样来降服基督耶稣的象征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从前 我不是从前 也不是那么久了老实讲 我父母跟我住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开始的时候 前一年多的时间 每个礼拜蛮多东西需要做的 我妈妈可以治理 基本上不太需要我们 但是我父亲 他很多的疾病 肝有问题 然后头脑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常常很牢气 比如说 上厕所 会很不方便 然后会有很多意外 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说 我父亲是我的十字架 神给我要考验我 对他有信心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吗 你甘心乐意的去做的时候 你做了久的时候 你发现十字架并不是如此 我父亲不是我的十字架 而是神给我的赏赐 神给我的帮助 神用他一来帮助我 怎么样来更加操练 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爱心 更怎么样可以活出 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的父亲 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当我有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 十字架再也不是沉重的东西了 就好像基督耶稣应许我们 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恶是容易的 十字架也是如此 当我们把耶稣基督 将这些不容易的事情 放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发现 有他的美意 最近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的父亲的精神好一点点 所以我就有个机会来跟他 讲多一些话 我发现说他 其他的东西 很多东西他都不记得 他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我家里都贴满 我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标志 给他知道说他今天在美国 但是呢 他有一个东西他还记得 就是他还记得 somehow他还记得神哦 所以我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每天晚上我就跟他祷告 帮他上完洗手间之后 我就坐下来 我就说 爸我们今天来祷告一下好不好 他说好 然后他就手合起来 我不用跟他叫他 他手自动就合起来 来低头祷告 老实讲 我跟他祷告的东西 他大概都听不到我祷告什么东西 也听不懂我祷告什么东西 但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有这样愿意的一个心 我非常的感恩 我知道 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安慰 知道说 在老人家晚年的时候 我可以陪伴他走过这样的一段路 我也能够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知道 他到底活着的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活着每天 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我的累赘 而是我的祝福 十字架 是我可以服侍我老爸的荣耀 然后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老实讲 我每天祷告最后一句话 我都说耶稣爱你 也是让我有机会来再次提醒我的父亲 说耶稣爱他 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说Amen 都是我说我要眼睛开起来跟他 Amen 他眼睛开起来 Amen 虽然他大概真的什么都听不懂 但是我感谢神 十字架 是我的荣耀 是我有机会 透过服侍我的父亲 我间接学习怎么样服侍神 的一个机会 感谢神 昨天晚上我跟他也在一起祷告 我跟他说 爸 我们讲福建话了 我说我今天早上要讲道 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他听着我要讲道 他很高兴 他眼睛开起来 好 一手递下来 又忘记要祷告什么了 就马上忘记要祷告什么了 但是It's ok 我觉得It's ok You know 我觉得很满足 就是说觉得 神真的给我们一家很有福气 三个孩子 都是在神的眷顾当中 然后父母也可以跟我们在一起 真的是一个我的祝福 我看见这些 从前以为是很累赘的十字架 现在是我每天祝福的一个十字架 你想要有属灵丰盛的生命吗 你看见你属灵成长不满意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 我可以跟你说 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 在你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的十字架就成为你的祝福了 在你不知不惊不觉的当中 你就踏踏实实的天天敬一声 那关键是 你有没有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呢 这一段 这两个字天天 只有在路加福尽有 这段经文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 内容都差不多 都是神强调告诉我们 做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但是路加福音特别加了这两个字 天天 为什么要天天呢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天天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天天背的话 你会丢下来你就不愿意再背上去了 哎呀 丢下来你就会懒啊 我们就会懒惰了 就会觉得说 哎呀没关系啊 一天两天三天 你在背上去的时候 又是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 但是如果你愿意天天的话 你真的会得到主耶稣给你的应许 他的担子是轻神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 你就越背越喜乐 越背越知道 我们背这十字架的力量 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不是从我们的身上而来 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基督徒 都是主的门徒 主从来没有要叫我们 只是相信他 主要我们相信他 要来跟随他 要做他真正的门徒 怎么样能够做主耶稣真正的门徒呢 就是这里说 你要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 给我们量身定做的十字架 来跟从他 再次说 对不起 弟兄姐妹 今天的讲道 可能对某一些人听下来 会有点不太舒服 求神怜悯 我真的是也愿意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我们彼此的勉励 因为我自己做的 其实也是很不好 也很不足够 你去问我太太就好了 我每天都气她 她说我每天都气她 但是我每天都愿意的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向他悔改 来祷告 求神赐给我力量 我每天也在跟神摔跤 但是感谢神 每次都是他 每次都是神明 你愿意悲请神给你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吗 问题就是在乎你愿不愿意为神 让神不只是成为你的救主 而是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这几个不同的基督徒 希望我们不是其中的一种基督徒 但是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下 或许我们一不小心 就乐入我们这种的基督徒 有些人滴滴 有些人信了耶稣 却不愿意把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的时间给神 礼拜天 感谢神 我们这群人今天有福气 来到这里敬拜他 我们愿意选择来听神的话语 我们也感谢神 有一群人今天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他们去了MER 在那边 我相信神也会同样的祝福他们 因为礼拜天是我们做基督徒 神给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分别为圣 因为今天是圣日 也是神给我们要求 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我们选择来相信神的应许 神的吩咐 我们要去把最基本的时间交给神 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尾声 射击呢 有些人号称基督徒 但是却不喜欢读圣经 宁愿一天花了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来刷手机 但是一拿起圣经就讲到想睡觉的 有没有这样子 这些人真的是愿意跟随耶稣吗 愿意舍己吗 还有一些人很喜欢读圣经 感谢神 每天读圣经 然后也很愿意研究其他的圣经辅助 圣经的了解的书本 很好 感谢神 但是你一旦叫他去做什么事情 还是去传福音 他就这些东西交给年轻人就好了 相反的 也有一些人很愿意服侍 在教会里面 在哪一个岗位都有他的出现 但是一旦叫他说 你愿不愿意来更多的认识神 我愿意跟你一起来认识神 或许有一些陪灵会 有一些可以机会更多来认识神的机会 他就说 我一读书我就想睡觉 我不是读识的材料 这些选择性的基督徒 或许在你舒适区里面 服侍神 跟从神的基督徒 真的是舍己跟从耶稣了吗 什么是你的十字架 你成为了基督徒 感谢神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 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 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翻翻你 圣经 耶稣讲说 这些不愿意舍己的 不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基督徒 他说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话 什么话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配做耶稣基督徒 这个是我对自己说的 对不起 不是对你们说的 不配做耶稣基督的本土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叫我们来跟随他 我们却是有条件的 远远的看见耶稣 在两里外的少一点的东西 在外面 我们有条件的 我喜欢就跟随 我不喜欢就不跟随 这样子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吗 我跟你说 一个人跟随耶稣 没错 是要有一个过程 不是今天我成为基督徒 明天我就脱胎换骨 变成另外一个人 是有一个过程 但是你回想 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 一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 你还是原地踏步的话 那我就请你真的好好想想 你是不是真的有在跟随主耶稣基督 即使我们得救 好像圣经所提醒我们的 像被火烧过一般而已 希望我们回到天国的时候 我们不是被火烧过一般 这样子的一个紧紧得救而已 我们是去到天国的时候 耶稣基督跟我们说 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耶稣基督 他的相信 他的顺服 他的舍己 跟我们的相信 顺服舍己 有什么不一样呢 耶稣基督 其实给我们立了最美好的榜样 他相信天父 百分之百的拆遣 百分之百的顺服 首先还没创世以前 他就定义来爱我们 罗马书跟我们说 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 他义无反悔地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基督甘愿舍去天上的享受 永远可以跟天父在一起 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罪 罪也不在他身上 但是他却愿意卑微 降生在马朝 用这个最平凡低调的生活 在人世上面生活了33年半 最后把他的生命捨在十字架上面 你还记得耶稣基督 在科西玛利园的时候 他怎么样顺服天父吗 他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乃是照着你的意思 义惠哲说 如果他真的有选择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上十字架 如果他不顺服上帝天父的话 但是他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 最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他担当你我的忧患 他背负我们的痛苦 成为我们的戴罪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面 三天之后 他复活了 你知道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完全圣洁 完全荣耀 完全尊贵的上帝 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本身 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单单在他的身上 他要离开上帝天父 离开圣灵 三天三夜的时间 他去了 或许去了阴府 把这些罪恶 致死 埋葬 永远的埋葬 他要相信天父上帝 会让他再一次复活 不然他就永远 与神隔绝了 他愿意这样 百身之百的顺服 你知道吗 他在十字架上面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中 说完这句话 他就断了气 耶稣基督 是约节的羔羊 约翰福音说 约节起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 归父的时间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 就爱我们 到底 他完全相信 完全顺服 完全舍己 完全背起天父给他的十字架 为我们死 他相信耶 上帝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 没错 我们跟从耶稣基督 是要付上一定的代价 但是能够跟从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也是我们最大的掌赏 也是最大的荣耀 虽然我们开始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十字架 的确是不太容易 但是当你愿意顺服 愿意相信 因为好像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这个榜样 天天来跟随他的时候 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 你会渐渐的发现 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是让我们能够亲近上帝天父 亲近主耶稣最大的赏识 十字架是我们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盼望的泉源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话语 今天 您到你所爱的人身上 主啊 孩子知道 孩子站在这里 非常的不配 真的孩子是一个罪魁 善儿主 你愿意为孩子舍命 舍去你完全的荣耀 背负我们的罪孽 主啊 今天孩子算什么 有什么资格不跟随你 主啊 愿我们的弟兄姐妹 愿我们自己称为我们是基督徒的每一位 我们愿意学习顺服 背起你给我们这个隐藏着多么大祝福的十字架 舍去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 舍去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一切 渐渐的每天更多愿意来跟随 愿你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 帮助孩子自己 能够成为你的样式 每天活着更像主耶稣 让人家看见我们 就好像看见耶稣你自己 让我们活出来 不用说一句话 人家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 感谢主 不容易啊 主啊 我们是罪人 我们真的做不到 但是主啊 你能 你帮助我们 你愿意帮助我们 今天开始你就帮助我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愿意 紧紧跟随主耶稣基督 顺服你的旨意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祷告 Amen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这首回音的诗歌 我要顺服 我要顺服 再来一次 丰盛的生命我们想要 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也愿意来得到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从顺服而来的 你愿意好像主耶稣基督 爱我们这样子 爱他到底吗 那我们就要天天背起他的指甲 来跟从他 这些东西都是自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你生都跟随快跑 你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指甲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你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你爱主耶稣基督吗 很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为了遇上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因生活出 基督福音的托付 心中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你愿不愿意献给耶稣 你我的全部呢 让我们低头在耶稣面前 来思想 向我们的主祷告 求神帮助 帮助我们 天天愿意揹起他的匙筛 来跟住他 siamo dalam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路 我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以生活出 基督福音的托付 信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以生活出 基督福音的托付 欠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无论何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十字架 为实现我们念堂说 募款的目标 为教会更向施工 遵行神的命令 为各人灵性的提高 奉庆出自己的时间 能力和精神 现在祷告祈求是 奉紫耶稣基督民主 我们大家齐力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然后更长老子有名字吧 圣经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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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那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和关照 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Amen 请坐 欢迎新朋友 我们今天午餐时间 我们有珍珠奶茶的健堂奉献的意卖 请大家弟兄姐妹宁愿支持 我们现在离我们奉献 我们那个目标还有差20% 4月份我们要达到我们奉献目标 包括在4月份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 好 我们这个健堂策款的目标达到 好 我们欢迎他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 今天有吗 好 参加新年晚会的话 我们有一位姐妹给我们设计了很多 很名利的这种灰 那个叫春灰 可以贴在你们的家里 也可以送给朋友 这些所谓的春灰 每个上面都是有圣经的一些话语在上面 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工具 可以送给你们朋友 大家都很喜欢 如果你们没有拿的话 待会外面出去的时候 在一个盒子里面 你们可以随便拿 一共有四套 比如说这个叫做彼此相爱 有一无挂虑 出入平安等等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人 如果你没有拿的话就可以拿回去 还是你要拿去送给朋友 也可以拿 我们还有圣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就到这里 请大家末早上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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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